哇塞,刚刚有一只猛禽飞过去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只猛禽飞越我头顶的这片天空 春天呢,他们从南飞到北,到了秋天啊,又飞回南方去 我所在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就在他们的迁徙路线上 从2018年开始,每年迁徙季都会有一批志愿者观猛队伍上山赴猛禽之约 守望猛禽飞越龙泉山 我们今天就去当一日志愿者观猛怎么样,走吧 1,2,3,4,5,6,9,4,7,4 再加一个框 这里有一只,两只,两只普通狂 真的,好的,好的 然后我看一下风速 风速0.61,从南边来,然后温度15.5 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刚刚观测到了两只普通狂 其实今天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上山做志愿者了 要成为一个观猛志愿者啊,首先就要学会如何去记录猛情迁徙的这样一个状况 看到我身后这一家子了吗 分工明确,观猛不累 小朋友眼神好,找鸟快,爸爸咔嚓一声拍下来,妈妈认鸟有一绝 我们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搭配观猛的 银出银出,小伤宝宝宝都切了两只哦 陆克爸爸拍下来没有 我刚才那个红笋拍下来 他那个脸上有滋纹,然后背上有一点泛红,尾巴也挺长的 而且它的刺型的话是比较尖的 这是一个苍蝇 苍蝇的话它就是看起来身体是比较粗壮的 然后腹部的话就是显得很白 然后它的那个纹路的话是比较细比较密 苍蝇是一个小鹰 就是鹰鼠里面的话就是它体型比较小的叫松雀鹰 它的腹部的话就横纹和纵纹相交 然后看起来颜色比较重 头部呢是有一个灰灰的 其实我们之前在成都看猛青区的地方有几个点位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在龙泉山这么长的区域内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友好的点位 我们就来实力考察 那龙泉山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山谷 太阳出来之后是会有热气流上升 然后猛青的话会更多的借助这种热气流去翱翔 它就可以省力 所以就慢慢的我们就持续上山 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现在 已经是进入二十八种 一万九千多只 我们的志愿者最开始的话只有我们四个人 然后到现在有九十多个人 你看那有两只这么大的 我的天哪 两只那么近 普通狂 三只都是 我发现普通狂 叫普通狂是有原因的 它真的挺普通的 说谁普通呢 现在我们还处于这个春千的前期 普通狂它会比较集中的通过 我们春千的后期的话 你们就会看到那个 凤头蜂音就会比较多 它就是吃那个蜂巢里面的蜂蛹 还有那些蜂 所以叫凤头蜂音 它的脑袋跟脖子就长得很细 便于它把头伸到那个蜂巢里面是吧 对对对 大部分都是看见它们就是非常有活力的 然后健健康康的 但是偶尔呢也能看到一些就是身上带伤的 可能某些山区的还存在一些比较不好的风俗吧 用枪来打猎 可能有的是为了吃或者为了贩卖 有的纯粹可能就是为了好玩 为了寻求刺激吧 那只黑鱼也是 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吃惊 它的身体结构它比较成流线型 所以它的翼展又比较大 所以它在天空当中它本来是一种飞行的非常轻巧 非常这个轻盈的一种猛青 所以看到它的那个样子的话 就当时我们心里都非常难过 它只有身体和翅膀 而且两边的这个双翼也是受了很严重的伤 那个羽毛也是残缺的 就是说最最让我们震撼的就是它的整个尾羽是全部缺失 就好像一个人从腰部以下就完全没有了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我们也只是目送它就这样艰难的远缺 然后也不知道它能不能顺利地到达它的下一站 或者是它的目的地 反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祝福它平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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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